你会把航空的航空系统送到美国吗? 我们不会把航空的航空系统送到美国 石油禁运 欧盟祭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三个月以来最严厉的一次制裁 还将俄罗斯最大银行踢出Swift系统 同时禁止另外三间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 为了尽快重返和平 法国也派出最高层级官员 由外交部长亲自出访乌克兰 科隆纳除了与泽伦斯基见面 还聚焦在乌克兰农作物 在战事影响下无法出口 导致粮食飙涨的问题 尽管普京已经放话要与土耳其合作 确保从乌克兰港口输出的粮食物流顺畅 但俄罗斯的保证却很难让人幸福 一名法国记者在乌东卢干斯克采访时 就遭遇俄军炮火攻击而死 法国也严正要求必须查明这起悲剧的真相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